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 TypeScript之中 范形的概念 范形是TypeScript里面相对的一个难点 希望大家仔细来听这节课 首先我打开我的编辑器 在编辑器里面 我创建了一个demo.ts这样的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中 我创建一个名字叫做 Droid的函数 Function Droid 它接触两个参数 First和Second这两个参数 我希望它return First Second 把它做一个拼接反复回去 OK 这里我拼写有点问题 我改一下 First我希望它是一个stream类型 或者是一个number类型 我们要Second 我也希望它是一个 string类型 或者number类型 我们来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我穿个1 1 没问题 1 字符串1也没问题 两个字符串1也没问题 先是字符串 再是数字 也没问题 好 大家看了 这个转函数 其实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我希望它对数字或者字符串 整体做一个字符串类型的拼接 对吧 好 现在我提出一个新的需求是什么 我希望 如果你first传的是一个string 那么second必须也得传一个string 如果你first是一个number 那你second也必须是一个number 现在这种写法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比如说我现在前面填一个number 后面填一个string 是可以的 但我希望的是 如果你前面填的是number 后面你就只能填number 如果我想做到这一步该怎么去写我们的代码呢 我们就必须要使用范形这个概念了 那范形怎么去理解呢 我可以简单写一下 范形 叫generic 没拼错的话应该这么去写 它指的就是范子 范子的类型 好 那我们这么去写我们的代码 我们说我们接受了一个first和second的参数 我先把它的类型给去掉 然后呢 我再join这个口号前面 加一个范形 叫做abc 或者你随便起个名字都可以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一个范形 范形指的是什么 是范子的类型 比如说我定义了一个叫做 abc上的一个范子的类型 但它实际上到底是string 还是number 它到底是哪个具体的类型 我是不知道的 那所以abc现在可以指任何的东西 那么它就是一个范形 可以指任何东西的一个类型 好 first 我现在让它等于这个范形 类型是abc second呢 我让它的类型也等于这个范形 也是abc 那么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 函数的意思是 我这个函数会接收一个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类型 我接收到这个类型之后呢 first就应该是这个类型的东西 second呢 也应该是这个类型的一个内容 那么当我去用这个范形方法的时候 现在abc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范子的类型 但我具体用droid这个方法的时候 可就需要对这个范形进行 具体类型的一个指定了 那我可以这么去写 droid 后面 我们去调这个first和second对吧 好 这块你可以加一个什么呀 加一个具体的类型 string 然后呢 你去调first的时候 就必须传一个字符串 second的时候也必须传一个字符串 好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是我调你join方法的时候 我指定abc这个范形 它具体类型的指示string 那么这个时候 join方法里这个abc 它就被调的时候 就被改成string了 也就是要求我 join方法里面 first参数必须是一个abc类型 现在它变成string 意思就是first参数必须是个string类型 second参数也必须是一个string类型了 假设 我这块调状态方法的时候 给abc指定类型的时候 填的是string 但是这块我写成1 1 大家看它就会报错 为什么会报错 比如说这块我填1 后面呢 有报错 原因就在于 我现在要求你调状态方法的时候 abc指的是string类型 first second都必须是string 你现在这个1当然是number类型 它就不匹配了 要想让我们的first second的类型 它都是number类型 那该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这里直接改成number就可以了 那这块我们写成1 它就不会报错了 所以这块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范形的概念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调方法 或者调类的时候 它里面的一些参数 它的类型呢 是都是abc类型 但究竟到底是string还是number 我并不确定 那么针对于一些不确定的范值的类型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方法前面 给它加一个范形的语法 那么在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再对这个范值的类型 给它指定具体的类型的对应值 那abc变成number之后 first和second就必须都是number类型了 这就是type script里面范形的一个概念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这块呢 写了一个abc中口号 或者我换一个方法吧 叫function map parents return parents OK 行 我这块呢 draw一方法 下面我再调一下map方法 当我调map方法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 我传一个类型给map 我传一个类型 比如说 我传一个叫做stream类型给map 然后它会接受一个parents 这块呢 你可以传一个123 就不报错了 当然有的时候 我可以在abc后面加一个中口号 意思是什么呀 意思是 你调map这个方法的时候 你要传一个string类型 和这个abc做对应 所以abc现在就变成了string类型 那么parents这个时候 就必须是一个string类型的书主 所以你传一个string是不行的 必须传一个书主 里面有string 这样的话它就不报错了 当然你还可以换一个写法 什么写法呀 你可以在这里去写一个array 然后这里面去写abc 也是可以的 它俩基本是等价的 比如说我这里mapabc paramsarrayabc 那意思就是 我现在map接受一个string这样的类型 那么params的类型实际上是一个string类型的书主 那假设我这改成一个123 它就会报错 因为这里你必须填一个string类型的书主 和刚才abc 中款号这种写法 它俩是等价的 那我可以给大家都写一下 保存一下 后面大家做一个参考 OK 这里我们可以填abc 当然我们也可以填一些其他的名字 一般来说我们常见的会用t来做这个范形的名字 也就是tap的一个简写 所以这块我们都写成t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的语法上的倒错 和之前用abc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起成什么名字 完全根据你个人的喜好所定了 我们说我们再来改造一下这个状态方法 我们希望第一个参数 它是一个比如说是数字类型 第二个参数呢是一个字符串儿类型 那除了我们说第一个参数我们给一个string 第二个参数给一个 第一个参数给number 第二个参数给string这种写法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写法 可以让它更灵活一点呢 完全是有的 我们现在先给它改回来 我们这块范形里面不仅可以定义一个类型 我们还可以定义两个范形 比如说t我们再来个p 那first我让它的类型是t second我让它的类型是p 那么我等于join方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么去写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写一个类型了 我们要写两个number number 那么你传的first类型是一个number对吧 second的类型也是一个number 你传两个e是没问题的 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改 join的时候可以填第二个是string 那么你传第二个参数的时候 就必须得是一个string类型 OK 所以这个范形里面不仅可以写一个范形 还可以写多个范形 那下面你下面写了多个范形的定义 下面去用它的时候 也去把这个范形具体的类型给它定义一下 这么去定义就行 当然了 我们还给大家讲一个知识点 就是说 你可以掉join的时候 大家来看我把这两个先注视点 join的时候 假设我传1 逗号 逗串1 你没写前面的这个具体的类型 它也不会报错 而且呢 我们点开join这个方法的时候 它会告诉我们 默认第一个范形就是number 第二个就是string 比如说它会根据你的 如果你不写这个具体的类型 对范形进行匹配的话 那么它会默认的去推断 你到底这个前面的类型应该是什么样子 它type script的底层会推断出 第一个东西是一个数字 第二个是个字不串 所以即便你没写前面这种类型匹配 它也会给你匹配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type script的底层的一个类型推断的机制 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这块的内容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说 const a small string 等于123 你显示的声明 a是一个string类型 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去显示的声明 直接写a等于123 它也能推断出 a是一个字不串 对吧 那其实一样呢 当你一定要装一方法的时候 你不显示的指定number和string 它也能推断出 你装一方法 和这个范形匹配的时候 分别对应的类型是 number和string类型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给大家基础的讲了一下 在函数里面 如何去使用范形这块的东西 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个复习啊 我们说范形是什么 是范指的类型 那在函数里面 我们使用范形 怎么去用啊 在函数括号的前面 我们可以加一个尖括号 里面跟一个或者多个范形 那定义好了范形之后 我们在函数题里面 就可以用这个范形了 范形这个东西 它的类型什么时候 才具体知道的呢 是你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才会具体知道 t是哪一个类型 p是哪一个类型 那怎么让它知道 t和p是哪个类型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显示的 就告诉它 t是number t是string 另外一种就是利用 tapscript的底层的 类型推断机制 让它自动的去帮你做这种推断 好 那么这块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我们还可以后面 再跟一个 1号t ok 然后呢 我这块稍微改一下吧 这样写答可能就有点看不懂了 another draw ok 那它接受一个 这样t的一个范形 first参数是t second呢 我也让它是t 那么其实 我还可以让它返回的结果 也是什么 也是t ok 这块呢 大家可以看 它就会报错 因为说 你这个first是t second是t 它俩拼装结束之后呢 返回的一定是一个string类型 它不一定是你这个t类型了 那这块我们可以怎么做啊 我们直接return一个 first 大家看 是不是就能匹配我们的需求了 为什么呀 因为 你传递进来的这个first 一定是一个t类型 那你再把它返回出去 当然也是一个t类型 是不是 这样就不会报错了 所以你看啊 不仅仅你可以在这个 参数里面去用这种t 范形作为一个类型 还可以在返回的结果类型里面 也用t这个范形作为一个 返回类型 所以这个t这个范形 和普通的类型 使用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想使用它的话 你需要在前面通过 监口号的形式 做一个声明 OK 我想通过这样的 反复的几遍的讲解呢 大家应该对范形这块的东西 有所理解了 那这节课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 接下来